探尋古老失傳秘術 窺探玄妙天地人間 歡迎收聽喜馬拉雅FM 出品的奇趣懸患小說 《失傳秘術 趕蟲詩》 原語版 作者哈姆曹灣 播講曉奇 第451章 三十六路草頭鮮 上次說到我和林武善 柳向晚重新回到魯北大學 進入學校門口後見到副校長鮑約琦 帶著一群學校工作人員站在圖書館門口 他見到我們進來後突然整面都是笑容 對著我們走過來後伸出一對很溫暖的右手 要親自地跟我們握手 我見到這樣的架勢有點懵 鮑約琦是我們的副校長 當日我和黃金彤夜廠女生宿舍 就是這個人出面去攔截我們 後來他還被黃金彤水了 請黃金彤回家看一次風水 鮑約琦很明顯不是特地來迎接我們 他帶著幾個學校工作人員 不知道在圖書館做什麼呢? 遠遠見到我們三個 他臨時才改變主意 特地走下樓梯級過來迎接我們 但至於他為何要這樣做我就不知道了 學校裡面那麼多人 他居然還記得我 這樣已經很奇怪了 他特地走下樓梯級過來迎接我們 這樣更奇怪了 劉向晚也有點不好意思 繼續向前走 林毫時將他拉到台街 鮑約琦在台街上和我們握手 他的態度很曖昧 令到我懷疑背後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接著他跟柳向晚說 柳向晚同學 你們三個來我辦公室一趟吧 第一天回學校裡面 就有副校長去邀請我們 令到我們覺得多多少少有些受寵若驚 畢竟整間學校裡面有四萬多人 不是每個人都有資格去過副校長辦公室 但柳向晚就說 包校長 你要開除我們 這樣就不用談了 直接說聲就行了 我們現在就走 包約琦聽到之後 整個疾了一下 然後笑著說 哎呀 你怎麼說這些話 我是有些話要跟你們談談 說完之後 他對著身邊幾個學校工作人員就說 你們繼續消防檢查吧 我有些事要回到辦公室了 原來 學校正在開始春季消防大檢查 剛剛才檢查完圖書館 包校長接著招呼我們跟他走 我們三個你眼看我眼 都不知道第一天回來之後 會撞到什麼 那就唯有跟著包校長在他身後走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最怕是撞到熟人 其中我最不要緊 在學校裡 除了一手夢霞之外 可能沒有人會記得我 雖然 劉向曼曾經在中錯誤讀的時候 在中秋晚會上向著我表白 令到我突然之間很受注目 但畢竟那天是深夜時分 可以看清楚我的樣子的人 其實就不多 劉向曼曾經比我更養眼 當日很多人都注意到 一個不收蝙蝠的美女來了 甚至有人覺得 好像劉向曼曾經的女生更容易追 去班裡很多單身男生對她也很有意思 而劉向曼這時候 把頭撞到低到不能再低 因為她很怕遇到熟人 這不是劉向曼矯情 也不是劉向曼虛榮 實在是因為這個世間上人情如紙薄 但怕什麼就會發生什麼 走著走著 迎面真的來了一個熟人 那個人叫袁剛 好像是我們班 但由於我學校裡的時間不長 當時我又不可以進到課室裡 所以連同學都沒有完全認得 但這個人我有一點印象 那個袁剛和班校長拆經而過 接著他張開眼睛 很出奇地大聲喊話 蛤?劉向曼? 劉向曼即時嚇到整個新鎮了一下 唯有迎面很尷尬地笑著 哈哈,是我啊 袁剛呀,挺好啊 袁剛那些很出奇的表情真的很誇張 他直接就說 哎呀,那些同學都以為你被捉進去了 沒想到你還可以回學校 那真是太好了 老實說,袁剛是屬於那種口直心快的人 他說的話就沒什麼問題 他真的有什麼就說什麼 本來這些就是同學之間議論的內容 但是兜口兜面這樣質問劉向曼 令到劉向曼很緊張 因為他現在最避忌的就是講這些問題 劉向曼唯有回答他說 袁剛呀,待會再談吧 我要先去一下巴校長辦公室 袁剛看了我們這些人 好像真的看出了巴校長的意圖 他手同情地跟劉向曼說 噢,向曼呀,不用怕 學歷這些東西不太重要 人沒事就行了 現在在社會上 凡是被學校開除的 基本上都是人才來的 看來袁剛都認為巴校長要開除劉向曼 劉向曼聽完之後 他的臉色就不太好看了 很不好意思,很尷尬 其實袁剛這個人 和劉向曼的關係 說不上很好 也不是很差 大學四年相處之後 就算性格再不合得好 經過這麼久 彼此之間多一些同學情義 袁剛的態度 其實是代表了一部分同學的態度 說不上是嘲諷 也說不上看不起 是一種有些測影的同誠心 但這件事 劉向曼就很受不了 劉向曼就唯有說 我們翌日再談過 接著匆匆忙忙地跟上我們 袁剛整個吐住了 站了很久才慢慢離開 接著拿了一部手機出來 可乃和同學說 他看到劉向曼 我們四個跟著巴校長去到他辦公室 進到門口之後 巴校長就馬上倒茶滴水很客氣 我們都不知道他究竟要做什麼 浸好茶之後 巴校長就說 哈哈 站在這裡做什麼 隨便坐 隨便坐 我們三個捧著熱騰騰的茶水 坐在沙發上面 包約期跟著 把辦公室的門口關起來 而且還上了鎖 他跟著說 在外面說話不太方便 你們就不用緊張 那個啟紅蜜蜂研究所的 刁賀榮是我的老同學 我們兩個是上下鋪的 我聽完之後馬上覺得有一種要破損的感覺 這個世界太小了吧 刁賀榮居然和包約期是同學 但是我對這件事很懷疑 我就問他 包校長 問題是 我都不懂什麼蜜蜂研究所的刁賀榮 臨門前看了我一眼 他的意思就是 為什麼你不說老實話 都這樣了 不是說什麼江湖口問的時候 人家包校長都點破了 那你就認了 於是他對包校長說 包校長 我懂得雕鶴榮 但是他的年紀明顯大你很多 你們有什麼可能是同學 包校長看了我 很意味心腸地笑了一下 然後說 哈哈 我們那個年代上學 不像你們現在的年輕人那樣 我讀大學的時候 我們的班長也有兩個小孩 一個班裡 那些年紀差十歲八歲 很正常而已 包校長說的都是老實話 在他們那個年代確實是這樣的 那我暫且不懷疑 包校長和雕鶴榮的關係 關鍵是 雕鶴榮和鮑若琦說過什麼呢 萬一說了我們的東西出來 這樣就糟了 劉學萬一聽到 包校長是懂得雕鶴榮的 他對眼睛斬了一下 好像自己的冤枉 終於有人知道這樣 但他也很擔心 包校長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於是他就問包校長 包校長 包校長 那你對我們了解有多少 包校長 包校長 作為老一屆的大學生 他的智商也很高 他馬上就說 哈哈 你們就不用擔心 我知道的事情太多 只是前一陣子 雕鶴榮來我這裡 打聽過你們三個的情況 而且跟我說 你們都不是普通人 是舊鎮市江湖裡 很多編滿的傳承人 個個都身懷疑品 我大概都知道 老雕那個部門是做什麼的 他可以關注到的人 都是些高人來的 這個我明白的 上次 你們那位叫黃金彤的朋友 來我家給我看風水 我就覺得 跟普通江湖騙子是不一樣的 真的有些水平的 不過老雕都很有職業素養 不該說的 他什麼都沒有說到 林無禪聽到之後就繼續問 包校長 這樣說 你就是要開除我們 還是 包約期聽到之後 笑著繼續說 哈哈哈哈 怎麼會開除你們呢 我已經說過了 只是想跟你們聊聊天 我知道 你跟這位黃德綠同學 都是通過社會關係運作進來的 但這件事不重要的 我們每年都有這樣的名額 這些東西 完全可以公開說的 今天學校入面 開展春季消防安全隱患大排查 這種東西一般都是我負責的 我在圖書館那裡出來 就認出你們三個了 所以請你們過來聊聊天 這是因為 我有些難言之隱 我聽到難言之隱 馬上想起那些暗病 難道是包校長 有些見不得光的病 怎麼醫都醫不好 要找些江湖術士過來醫治他 如果是這樣 我們也沒辦法 這樣要找金雪齋 林無禪又跟著問 那麼包校長 是甚麼難言之隱 包約期站起來 在辦公室裡讀了兩下 一路走一路說 嘿嘿 你們知不知道 我們學校要擴建 我們三個都轉了頭 這些東西我們哪裡知道的 包約期跟著轉身 拉開辦公室裡的窗簾 然後向學校的後山指了一下 繼續說 你們見不見到那片工地呀 我們站起來 順著包校長的手看過去 果然看到遠處有一處工地 四周圍圍都密密實實 機坑畫了一半 現在這麼好的天氣 一個工人都沒有 甚至一部機械車都沒有 很明顯停工了很久 我就問回他 那個工地是否停了工呀 包校長吹了頭 接著再說 是啊 今年開春的時候就沒有開工了 說出來也不怕你們笑的 這個工地的地基滑到一半 就沒有辦法繼續滑下去了 因為在那個機坑裡 是有鬼的 我聽到之後覺得很意外 其實鬼鬼神神的東西很渺茫的 一定是有一些普通人不了解的東西 在工地上搞搞鎮 大家就以為有鬼 劉向晚跟著問 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呀 包校長繼續說 你們有沒有聽說過野雞殺人呀 我咦咦,有點不好意思地問他 包校長,你說的野雞是只在法郎中,還是在野地中? 林武禪和劉香曼同時燈了我一眼,包校長很尷尬地笑著 當然是真野雞,就是野外灌木叢中的野雞 學校新進的項目是藝術學院,包括兩個系的教學樓 分別是美術系和音樂系,所以這個工程很大 現在你們都知道,各方面的資金都是專款專用的 申請到資金了,如果到時候還未用到,這樣也是問題 所以這個項目工程很急,原來打算讓下一屆新生入學便要用到 不過在年前開滑的時候,幾台滑掘機本來做事做得好地地 但之間有很多野雞鋪天蓋地地飛出來 那些野雞對著開滑掘機的師傅不斷地刺下去 當場一個死了,一個重傷 這個工程項目都是我們的正校長李文章一手持的 工程好地地,這樣就是好事來的 但一旦出事,有人死了,這樣就要找人負責了 在我們學校這樣的爛灘子,一般都是我接手的 一直說,包校長長長這麼嘆口氣,再繼續說 唉,野雞殺人事件真是匪夷所思 說出去都沒有人相信 我們對外報道就不能直接說 那就唯有說是工程事故 整件單位都做掛調查 最後直接和我攤牌 說年輕人那裡原來有個琴仙廟 那個廟供奉的是原子天雞 雖然荒廢了很多年,但那些威力還在 如果我們要繼續開工 那就要由家方處理那個琴仙廟 否則還會繼續死人 我這輩子不太喜歡廟宇 司馬人曾經和我說過 凡是整個塑像拜來拜去都不是好事 什麼琴仙廟 無外負責世界上的義物在搞搞震 可以有多大的威力 其實就是騙人的 包校長又繼續說 你們就不用不好意思發表意見 我們開過內部會議 早就覺得這件事不是什麼自然現象 因為這樣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學校高層一致認為 要請一些奇人議事過來看看 確實已經請了幾個所謂高人過來 現在又住在學校招待所裡 但他們一個二個都是獅子開大口 問我們拿很多錢的出場費 而且看上去沒有什麼本事的 水下水下 在圖書館門口我看到你們三個 突然想起老同學和我說過 你們幾個是有些真本事的 我那個老同學不會騙我 你們看看可不可以幫幫忙呢 包校長看到我們沒有馬上回覆 靈轉身打開自己的櫃 在裡面拿了一副木牌出來 接著再說 這塊是工地現場畫出來的木牌 講完之後 他把木牌放在桌面上 叫我們過去看 我站起來看了一眼 看到上面寫著一行字 北極松武輝下 三十六路草頭先 師臣將軍永生六位